就像這樣子 我聽說這邊都沒有 因為飛機要死 宿妹要求闖飛 那你開始騎遊戲要用的時候 你現在都對自己也開始吃吧 好了 你可以躲下來了 你真的有鎖好嗎 欸 我們現在欺騙觀眾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了 那這個是 OuterBox的一個 什麼東西其實我不太知道 反正是一個 防塵 防摔 防摔 的 的手機殼 然後呢 它這碗可以從三公尺摔下來 掉了 壞掉了啦 沒有壞掉 還可以動嗎 看起來還不錯還不錯 所以要丟了嗎 三公尺我剛剛幾公尺 這樣幾公尺 你大概1.5吧 就這麼半球了 來吧 好 再丟 好可怕的聲音喔 再丟 壞掉怎麼辦 我覺得沒有手機了 哎呦 哎呦 可以喔 可以喔 我們剛剛沒有錄到 它這個側邊已經打開了 側邊怎麼會打開咧 欸我的手機呢 還可以動嗎 還會動嗎 再試一下還能不能動啊 還可以動 iPhone是堅固奶油 iPhone是堅固奶油 看起來是可以動 沒有問題 真的嗎 裡面的東西有沒有壞掉 我就不知道 欸防水啊防水啊 可是我的魚缸已經乾乾枯了 欸這我覺得摔下來用慢動作錄影比較讚耶 感覺要放輕一點然後直接錄它掉下來的樣子 不知道啊 太恐怖了吧 那個魚缸 那個 太恐怖了 那妹妹那裡也有魚缸 是不是意義變大 我覺得比較恐怖 它應該 手機最錯的應該是撞這四個角 你剛剛是撞四個角 它掉 掉開了吧 有可能 這邊的車子就要到這裡 好弱喔 就穿我的嗎 我不知道 接下來 我們要幹嘛 一直丟 換你丟的拉 就來 無業喔 太恐怖了 可以吃喔 沉重的聲音 那我們再看一下慢動作錄影的畫面好了 直接用撥的拍的腳塊 哇哇哇 效果真是不錯呢 果然是iPhone5S 對啊 所以這個這篇 結論就是iPhone5S好棒喔 iPhone5S好棒喔 對對對 我們測試就結束了 iPhone5S好棒喔 你會找棒 那你也該啦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呢 好 所以我們的測試就 我忘記嘛 對對對 好 那有什麼新的精神 我們再報告給大家知道 掰掰